会计师张志伦在新北市议员陈景定服务处举办讲座 他就指出台湾的税务法则繁复 民众往往不了解而让自己的权益睡着 无法达到结税甚至遭到不肖人士诈骗 因此从六月份开始每个月举办一致两场有关税务 以及财务会计管理等议题的讲座 让民众了解相关内容而保障自身权益 让我们的民众或是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学习税务 一起学习财快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台湾的税负很多 台湾是万万税 那了解税法 有一些专业的知识以后 才不会让自己的权益睡着 张志伦进一步表示 讲座中会邀请专业人士与民众做面对面的沟通 完全是免费 因此往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向他本人或是所属的贤清文教基金会 以及陈景帝议员服务处反映 希望能提供最方便的管道 为民众解决问题 那希望未来大家所有好朋友 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事务所 或我们贤清文教基金会 甚至是与我们母亲 新北市议员陈景定 一同来协助 我们就会尽我们的心力 来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协助来帮忙 就像是这一堂讲座 教导民众认识信托 讲师就提到 所谓的信托是一种受严格法律保障的财产管理制度 透过委托人也就是提供财产的人 以及受托人就像是银行 以及受益人就是委托人想要照顾的人 如此三个关系的连结 帮助有需要做财产规划的人 以更有效率而且安全的方式达到目标 提醒民众如何进行信托 以及该注意的事项 张志伦以会计管理的专业 希望透过讲座让民众了解相关权益 而事先做好人生的财务规划 中假新闻张云勋卢秀卷 新北市中和区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